大家好 这节课和各位分享一下 newspaper这款主题的优势 我从2015年5月开始用newspaper主题 一直到现在还在用 而且还会继续用下去 那么我为什么喜欢这款主题呢 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newspaper主题 它的定位非常的清晰 它就是一个新闻资讯类的网站 它的主题选项 页面选项 页面编辑器等等 都是围绕这个新闻列表页和详情页展开的 它做了大量的可以调节的选项和开关 第二就是主题的调节选项 设置越来越人性化 所见及所得 在newspaper最近的几个版本里 好像是从第八个版本开始 增加了官方的编辑器 在之前是用的一个第三方的那个wb的编辑器 最近这几个版本呢 它是逐渐弱化这个第三方编辑器 但是是仍然可以用的 它自己的这个编辑器的权重越来越高 而且越来越好用 这是一个可视化的编辑器 左侧可以调节参数 右侧可以直接看到网站的变化 特别适合新手 不过对于我这种 这款主题的老用户来说 我还是喜欢在主题选项里修改参数 可能是习惯吧 它们操作的入口不一样 但是效果是一样的 第三呢 就是newspaper主题 它的SEO不错 特别适合做搜索引擎收录 我的这个网站 achare的宝箱 它在百度和谷歌的收录都比较快 达到这个效果 主题占一部分原因 但是我估计也和我做了很多额外的SEO工作有关 本课程不讲SEO相关的知识点 第四呢 是newspaper这款主题 自带了一个手机站插件 只有这款主题才可以用 这个插件 它可以让整个网站的内容 以一种很简洁的方式 展现在手机端 不是传统的响应式 响应式的网站 它在移动端展示 视觉层会发生变化 但是代码层和电脑端是一样的 仍然需要加载那么多的代码 但是newspaper的移动端网站 它的文章页面非常的简洁 代码也很少 功能也少 但是速度很快 适合手机网站 这是我目前见到的唯一的一款 自带手机专属网站插件的 wordpress主题 关于wordpress主题 我个人的使用感受主要就是这些 下面我带大家看一下 这款主题的官方介绍页面 看看主题开发者是怎么宣传的 我带大家过一遍 这是newspaper的官方销售页面 在ThemeForest的这个平台上 关于具体的购买方式 后面会详细开课来讲 这是它的产品主图 现在这款主题 目前的版本是第九个版本 它声称在所有的时间内 新闻主题这个类别里 它的销量是第一的 下面这个信息讲的是 这款主题从9.7版本开始 做了一次比较大的更新 相当于更新了主题的内核 这也是为了满足 EvatoWP的要求 对于英文好的同学 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这种改版 对于我们第一次使用 newspaper主题做网站的同学来说 是一件好事 毕竟符合新的标准 可以在未来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下面还有一个列表 我挑几个重点讲一下 这款主题目前有50多个 弹幕演示站可供选择 那个Avata主题有40多个 BE主题有450多个 另外呢 不需要编程经验 也可以创建网站 这款主题非常的轻量化 速度快 特别适合移动端和小屏幕 主题捆绑了8个高级付费插件 终身是免费升级的 这个产品介绍页面还是很长的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可见